原调题,伊朗表示,不在乎美国重启第二批制裁新华社德黑兰11月2日电,记者马肖木东,伊朗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 表示并不在乎美国即将重启针对伊朗自由出口和银行系统的制裁措施,声明说,美国的制裁是在对伊朗发动心理战,伊朗并不会被吓倒,声明说,伊朗有能力在任何环境下管理好本国经济,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政府2日宣布,将于本月5日重启对伊朗能源和银行等领域制裁,这是美国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重启的第二批对伊制裁,届时,美国将全面恢复,因伊核协议而解除的对伊制裁。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 8月,美国重启对伊朗金融、技术、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制裁,并表示将于11月重启剩余部分制裁。 作者,马香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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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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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